國高中時期最期待的 就是兩天三夜的畢業旅行了 因為可以和好朋友一起出去玩 又不用上課 真的是賺翻了 而台灣人去碧旅幾乎都是搭乘遊覽車移動 不過有些家長就會擔心 給小孩搭遊覽車可能會出意外 因為遊覽車車禍的新聞 很常出現在社會頭版 而事實上在2003年10月 這短短一個月的時間 就發生了兩起嚴重的遊覽車車禍 而車上乘客都是參加碧旅的國中生 兩個意外總共8人死亡 學生開心出遊卻變成了死亡之旅 歡迎收看紅色封鎖線 我是蔡平鴻 首先第一期的碧旅意外 我們要來講到的是 發生在2003年10月14號 位在樹林的玉林國中 他們正開始第一天的碧旅行程 不過就在他們出發的路途上 一輛載著玉林國中三年一班 一共41名失聲的遊覽車 卻卡在平礁道上動彈不得 因為不巧的是 對象剛好有一輛脫版車堵住了去路 而這個道路寬度僅有5公尺而已 根本沒辦法讓兩輛大車會車 而此時突然鈴聲大響 而平礁道柵欄開始緩緩放下 遊覽車進退不得 還有半截著車身卡在平礁道上 最後遭到一輛攬下的列車 攬腰抓傷 消防人員在扭曲的車體中穿梭 想盡辦法要把海卡在遊覽車裡面的 學生給救出來 只是車禍當時火車的撞擊力道 實在太大 遊覽車整個被撞翻了過去 沒有辦法收救人員只好冒險 用梯子爬進去遊覽車內 把學生一個一個爆出來 回顧整起車禍事件起 與平礁道道路太過狹窄 遊覽車與對面車道的拖板車 就這樣卡在鐵路平礁道上 進退兩難 結果遊覽車就這樣被火車給撞上了 遊覽車被衝撞後 還遭到列車拖行10公尺才停下 但車體嚴重變形 所有人都被困在車上 而他們早已全身遍體鱗傷 有些人甚至當草休克 而可憐的郭忠生們 只能用意志力和死神拔河 等待救援 一直到下午一點半 但總共耗費了五個多小時 整個救援包含了清理的心動 才告一個段落 但死亡已經降臨在 四名無辜的害童身上 來啊 阿嬤來啊 你等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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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有三個人是悼念死我回來 有一個是我們花了20分鐘的急救以後 現在心跳恢復 現在已經轉到交付病房 再繼續看能不能穩定一點 就進一步的治療 回到現場 害命的關鍵之一 就是平礁道前的 這一個轉彎處 只要一轉彎 道路的寬度馬上限縮 因為旁邊呢 有一處的徵收地 遲遲沒有拆除 這導致了馬路一直無法拓寬 去年也有這樣的情況 我們認為這種鐵路平礁道的 當初的線形設計 就非常不好 眼前的道路看到有八米寬 不過一個轉彎上來 就剩下的路寬 只是已經不到五公尺了 現在剛好在這裡有一台小貨車 要等著平礁道要過平礁道 旁邊有一台是怪獸 如果說大客車的寬度 跟他一樣寬的話 事實上待會要匯車 就相當的不容易 反車 贊助人家的車檔 讓人家過不去 家屬從醫院到學校 折騰了一整天 就是為了想趕快 釐清來龍去脈 不過學校似乎是 不想把事情給搞大 雙方的協商會議 拒絕讓媒體進入 而這讓家長很是反彈 旅行造成三死三十八傷的撞車意外 七位家長組成了自救會 要求校方要有單一的對口單位 不要互推皮球 要主動負起責任 釐清造勢的責任歸屬 不過對於協商的過程不夠透明化 更不讓媒體進場 採訪 不能夠諒解 家長更是主動的要求媒體 能夠進場 快開放回去好不好 目前不開放 人那麼多 不能不能 這次又可以輪去 然後幫你們 家長們對遊覽車業者 不聞不問的態度相當不滿 同時也質疑遊覽車 為何要行駛 容易造勢的平礁道路段 家屬的感覺就是說 比較沒有進到那種關懷的那種 所以到目前為止 家屬的怒吼聲 幾乎都是在這個地方 還有就是說 就是說那個平礁道的危險性 既然知道那麼差 為什麼還要走這個路線 這個路段狹窄難行 為何遊覽車司機 執意要走這一條路 而會車時卡住 難道都沒有辦法 只能眼睜睜看著列車撞傷嗎 這整個事情疑點太多 而監察委員也主動調查 沒想到所有的單位都到了 就是獨漏通知死者家屬 竟然把他們釀在事故現場 我們竟然死者家屬 重傷家屬都沒有被通知到這個會議 然後我們去評價到等 然後我們當然要了解 關心這個案情 但是我們你們手上的資料 我們都沒有 我們先把這個 他們前者單位 相關單位的這個簡報 如果說像今天 這個官僚制度的開會 同樣的地點 同樣的悲劑 繼續發聲 你們帶我們情何以堪 我們要擔心國家的悲勞 家屬備份全寫在臉上 包括鐵路局等各單位 只好尷尬地趕快唸完書面報告 而經委隨後也立刻回到 平昭道現場勘查 雖然鐵路局與派員在路口暫時看管 但火車與大火車搶到驚險畫面 仍不停出現 而調查的同時 玉林國中三年級剩下的班級 他們的畢業旅行也因為這起意外而取消 只好返回學校自行 但死亡車禍就發生在自己眼前 就讓學生們大受打擊 我們車子跟在他們車子的後面 然後就聽到聲音 車子就很這樣停下來 是你有看到柵欄平交道有放下來嗎 我們距離我們這邊的沒有放下來 然後另外一邊的我們沒看到 不要再出去了 因為我們班人幾乎都不敢再去了 可憐的孩子們 人生中唯一一次的國中畢業旅行 就是這樣泡湯了 而當年現場的狀況到底如何 原來遊覽車駕駛張志欣 前車都越過了平交道 才發現前面竟然被王經理 所駕駛的拖板車阻擋 但當下張志欣想要趕快通過 他不斷催促著王經理後退 但後方又有其他的車輛卡著 拖板車根本退不了多少距離 這兩車一直僵持不下 竟然沒人想到要趕快下去按緊急按鈕 而雖然遊覽車駕駛 工程沒有足夠空間可以讓他下車按鈕 但當時他的確有透過無線電 和其他遊覽車通話 卻沒有馬上應變請求其他人來支援 這危機時刻時間真的不等人 而當下處理不當 最後造成了嚴重的傷亡 這判決結果也已經出爐 兩人的過失、致死、刑責都在兩年以下 並且緩刑四年確定 而間接害命的就是當時的台北縣政府 以及英格政公所 因為早在三年前就知道這裡寬度過小 鐵路局甚至還發文要求大行車進行 並且儘速改善 沒有想到工程卻不斷被延宕 導致一直沒有改善路段才會發生悲劇 因此法院判決 縣政府與政公所必須要負起國賠責任 但這國賠官司一直打一直打 也讓受害者們身心俱疲 而死裡逃生的國中生們 轉眼間已經三年過去 已經準備要從高中畢業了 但回頭看著當年的畢業紀念冊 自己的好友沒能一起活下來 這情緒是再度不愧 那些說最要好的朋友 然後他就這樣沒有 然後也不能跟別人講 就還滿難過的 抱著畢經驗冊 家綺哽咽紅了眼眶 三年前10月14號一場重大車禍 觸目驚心的景象還歷歷在目 樹林育英國中遊覽車 在英格東英平交道遭火車撞擊 造成4死38傷的恐怖慘劇 離難受傷學生家屬認為 平交道設計不當 申請國賠 法官認為台北縣政府和英格公所 確實嚴重延宕改善工程的疏失 判準國賠供550萬元 也是國內第一起 平交道死亡事故或國賠的案例 但是縣政府跟公所已經提起上訴 讓鄧媽媽無法接受 他煎熬多少 他現在還要再做手術 不說一次就OK了 他們都不覺得 就是受傷真的很可憐 只覺得我們要錢 然後就覺得我們只要錢 我們才不要錢 對 這三年來 鄧家綺好幾次從惡夢中驚醒 是好友之死 心理創傷可想而知 而多次手術了他 雖然是死裡逃生 但這腿上的傷疤 如同抹不去的印記一樣 他也因此放棄了念軍校的夢想 還有最愛的慢跑運動 家人也幫他重新改名叫鄧祺璇 希望能一掃過去的陰霾 用新的名字 新的人生 重新站起來 為死黨好好的活下去 火車撞遊覽車 這是比較稀奇的意外 因為這也是台灣第一起火車事故 國賠的案例 但接下來要講的這個 庇禮死亡案件 就是比較常見的遊覽車意外了 這是發生在兩個禮拜後的10月25號 嘉義縣美山國中 畢業旅行回程的途中 而其中一輛載著34名失神的遊覽車 在新竹縣關西鎮的一處下坡路段 突然失控 導致車輛整個衝撞民宅 而這個路段更有著幽名路的稱號 是當地知名的死亡路段之一 遊覽車車頭殘破不堪 半邊車體全毀 幾乎辨識不出車型 民宅外的柱子被撞得露出了鋼筋 殘破的車體連方向盤 都變成了一團廢鐵 127名嘉義眉山國中的學生 分別搭乘四輛遊覽車 浩浩蕩蕩到北部參加畢業旅行 25號中午1點多 在終點站六福村結束旅程 沒有想到在回程途中 其中的秉車行駛到光明路下坡路段時 突然煞車失靈 遊覽車一路失速往下滑 先撞上了一輛小客車之後 再撞進兩棟民宅 這車禍現場還剛才前一個火車撞車的事故 慘烈程度有得比 你就知道當下暴衝的衝擊力道有多大了 而這起車禍造成了包含導師在內的 四人死亡 二十六人重傷 他們都坐在左側 也就是遊覽車被銷成廢鐵的那一側 甚至後兩兵女國中生是飛出車外慘死的 老師還沒看電影 你怎麼會連絡電影 他有看電影才會給他一口 他說他不知道什麼病 交集的家屬不斷地向老師 詢問子女的狀況 整個梅山國中校就湧進了不少家長 要關心整個車禍意外的情形 家屬交集的六神五祖 老師們只好忙著安撫 整個梅山國中是陷入一片愁雲殘物 你要叫我講這種事情 我自己真的是很難過 自己的學生我們高高興奮出去 然後這樣回來我們當然很難過 梅山國中彷彿整個籠罩在滴氣壓當中 因為除了兩名罹難的女孩以外 帶隊老師林立滿也不幸生亡 而林立滿她才剛獲得全嘉義縣 教職人員作文比賽第一名 準備要代表嘉義縣去參加全國征選 而且她才剛從台北調來嘉義 才沒有多久就深受學生們喜愛 但老天不長眼 林立滿還是在這起意外當中被帶走了 全縣的作文比賽得第一名 所以我們當然很難過 因為她才剛得到第一名 作文比賽要代表嘉義縣去參加全省 空白的桌椅 還留有心儀偶像的照片 正逢青春年少卻就這樣走了 讓同班同學感傷不已 特別舉行獻花儀式 紀念早逝的生命 三年七里像突然間離去的話 內心一定會很哀傷 那我們請同學先獻花 我們代表我們全班同學的 內心的一種心意 每次講到這種死亡案件 其實最不樂見的就是看到這種 還來不及長大的孩子們罹難 而我們也都很想知道 意外到底是怎麼發生的 真的只是殺車失靈這麼簡單嗎 突來的車禍學生嚇得驚恐尖叫 而後方車輛的司機說 車禍發生當時只聽到秉車司機呼叫 煞車出了問題 第三部他超越第二部啊 所以他可能剎車失靈繼續衝啊 就衝到 他怎麼會抽到第二部 他不是剎車失靈 他們是講剎車失靈 我們都知道下坡路段 尤其是大型車輛 最容易發生剎車失靈的狀況 因為你在長下坡路段 如果不斷的猛踩剎車的話 很容易剎車失靈 必須要用引擎剎車的方式 不過司機康熙明 已經在這次意外中罹難 我們沒有辦法得知更詳細的細節 檢方只能在現場探索蛛絲馬跡 而接著發現在柏油路上 有一道不尋常的煞車痕 原來遊覽車在煞車失靈後 駕駛驚慌失措 他沒有辦法好好地冷靜處理 在不當的操作之下 導致左前輪沒有辦法承受壓力而爆胎 所以整輛車才會失去平衡 衝撞民宅 而調查之下又發現 肇事車輛車體有被切割變造過 而且車領老舊超過10年 但沒有直接的證據可以證明 這是導致承受撞擊能力降低的原因 而且這個車輛已經多次轉手 誰改造的無從差起 最後造折就落在了駕駛的頭上 但康熙明已經死亡了 因此整起案件沒有人真的負起刑事責任 如果你剛好的小孩還在就學階段 看完了這一集不知道會不會緊張起來 因為的確有家長堅持要自己接送小孩去旅行 我們先不管你怎麼有這麼多的時間 但如果因此要學生不要參加 就好像有點扼殺孩子們的童年 那如果是你 你會怎麼做呢? 歡迎在底下留言告訴我 那以上是今天的故事內容 我是蔡秉鴻 我們下次見